何超姨昨晚30日到理工大学出席梅艳芳在序园 管弦乐慈善音乐会 何超姨透露特意选了三首 艳芳的歌现唱 包括赤的疑惑 孟半吉孤身走我 她只顾对自己来说很难唱 所以要挑战 因这首令观众感同身受 令听的人也忍不住喊 至于梅芳唱孟半时很有型 她只唱时一直想着自己的 色是否可跟梅艳芳拼在一起 相关阅读 刚于本26日49岁生日的何超姨又为了音乐会养生 在生派对上没有说话 只拿着碗水饮水 不过她只年生日很开心 因为老公陈子聪早前在美国守成功 在本月20日前已返回香港 而圣诞节两人一家过二人世界 娶儿家屋取地电是好开心 咩 一反好 争勺勺首尾 四月反去搞埋曲 好多医生帮 做手术 做左17个钟 做之前都有担心 但医院有险 排化币家人之儿家去倒咩状况 所以无始成日 敲门 何超姨透露老公今次关了旧的灶口 虽然 拾开了新灶口 但四月去美国可将新灶口关掉 更 愤职老公现在已不需用尿袋 亦可走路 两人更 行过超市 何超姨笑颜老公性格开朗 乐观 及亲切 不像自己般会闹人 所以有很多人爱惜 至于术后有什么地方要注意 他说 举重也低动作一定无可以做 如果有人够将叫取班重也 取就死了 我就蹦个个人 蹦硬 急蹦 何超姨指老公手术后有点瘦 但现时已肥一点 医生也叮嘱要鼓肥他 但不可吃肥腻食物和海鲜 现在主要吃牛肉和羊肉 为了老公而停工的何超姨又指现时也终于能 下心头大石复工 宪政筹备明年夏天举行的演会 问老公到时会否上台 他说 我遇左渠 如果渠 上台唱 我无必24位唱 至于今年的生日愿望 何超表示希望大家都身壮力见 同场还有丁文俊与 卓颖艾什 丁文俊演艺心债和装饰的眼泪 他今次是次跟管弦乐团合作 所以心情很紧张 又透露自下月生日将会与粉丝一起搞骚庆祝 到时将会唱 时间许可的话 也会邀请中年好声音成员来起玩 至于何时有自己的音乐会 他表示刚在7月过 再搞就要先除粉丝 又透露日前与周级配合 明宝在渡海小轮上跟粉丝搞聚会 第一次在围 钟心唱歌很兴奋 钟卓颖以medley形式唱出梅艳芳的 女孩 妖女及淑女 她只自己小时候因爸爸在家 常播放梅艳芳的歌 所以喜欢对方 递电视剧异 听到梅姐唱主题曲 不过最深刻戏帝王丹妮主 看梅艳芳 令我对梅姐认识更深 取舞台感染力 戏好戏力 虽然首次唱梅艳芳的歌 至心情紧张 她亦感很兴奋 因为觉得只上台五分钟 所以要好好把握 钟卓颖只现时正拍摄新年特辑 又是明年4月将与节目皮一成 以三声5G上台计划等人一起在卖花 开骚星岛申诉网已推出全新项目区区有申诉 增设我要赞取栏目 县城邀市民投稿赞扬身边 人好事 共建更有爱社区 立即我要赞取想地更精彩内容 请立即浏览区区有申诉活动专页 星投票APP今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内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